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 姜 蒜头 红葱头和辣椒 先处理鹅肠 这种是冻肉店买的 用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如果是新鲜鹅肠 清洁上会多点工序 有机会买到新鲜的鹅肠 再为大家示范 把它冲洗干净 把它切至约15-20厘米长 方便进食 不适合剪太短 因为煮熟后会收缩 放一旁备用 把辣椒切碎 蒜头切成薄片 把姜切成薄片 把红葱头切成薄片 把少量豆豉洗干净 把它切碎 不用切太油细的 把三色椒切成小键 把洋葱切成小键 把葱切至5-6厘米长 准备酱汁 方便操作 一茶匙糖 半茶匙鸡粉 少量胡椒粉 三分之一汤匙生抽 三分之一汤匙老抽 半汤匙蚝油 一茶匙生粉 一汤匙清水 拌匀 各样配料都准备好 煮适量清水 加入一茶匙盐 加入一汤匙绍兴酒 可以减低鹅肠的骚味 令它略带咸味 水沸腾后 加入鹅肠煮20秒 关火 捞起 鹅肠千万不要煮太久 稍后还会再翻炒的 把货洗干净 开火 加入两汤匙油 用大火 把洋葱和青椒炒一分钟 加入少量盐 令它略带咸味 一分钟后 关火 捞起 货中有少量油就足够了 把配料炒入香味 加入三色椒 加入一汤匙绍兴酒 加入鹅肠 翻炒均匀 加入酱汁 加入葱段 少量麻油 翻炒均匀就可以上叠了 今天的市郊鹅肠就完成了 希望你会喜欢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